2 1 開燈 台北市長柯文哲人呢 上台前还特定换上口罩 满心欢喜准备参加灯会 但仔细看台上柯文哲 站在第三排最边边的位置 几乎是最遥远的距离 简直就是被晾在一旁 难道是讲科心有结吗 我朋友都来参与这次的灯会 那昨天主要中央展区 都是由中央交通部 公共局在规划 包括作为的安排 让我们都完全尊重 一句尊重主办单位安排 讲完把问题推给交通部 台湾灯会睽违23年 再次回归台北举办 更让政治人物的一举动 成为话题焦点 欢迎收看吴海岸宋智 台北上午到